哈喽大家好我是skywalk 下面看视频的表情 朋友们你们可以看到啊 这外面现在已经是白雪挨挨了啊 这种感觉其实挺奇妙的 早上一睁眼就这样了 挺酷的啊 这个微我50 我下去写你们的名啊 南方的朋友们 那么本期视频呢是skywalk 也就是我在2022年的第三期视频 就是从今年开始养成一个好习惯 每更一期视频呢 咱们都给了一个小编号 这样一年过于之后呢 就看自己能不能更48期 对因为去年呢 确实是不是特别争气 今年呢 争口气 争口气 聊到主题啊 因为此时此刻呢 现在是1月26日7号吧 反正就大概这个时间段 离春节是非常非常近了 我们中国人呢 春节有很多奖 比如说这个正月不能剪头 要不然舅舅就不是特别好 但是我是没有舅舅 所以呢 我正月就是肯定是要剪头的 对 哎 有这么一个奖 然后还有一个奖呢 就是新年穿新衣 对 因为到了新年嘛 新年新气象 我们都是换一身 崭新的衣服 但是本期视频的标题呢 叫做新年穿旧衣 为什么这么说呢 嗯 其实是一个噱头了 嗯 对 主要是因为在今年年初的时候呢 我跟优子在三里屯的一家这个 这个vintage店 我就直接说名了 因为这也不是广告 就是mega vintage 其实是我非常喜欢的一家店 当时去逛的时候呢 收到了我近期的一件这个超级喜欢的宝衣啊 就是此时此刻在我手里拿这件衣服 它的名字呢 叫做 就有一个标签啊 French Cautery Hunting Jacket with Animals Bottom 就是 呃 来自于 1950年 法国的登新绒材质的 Hunting Jacket 狩猎夹克 当然了 我也查了一些资料 它其实你也可以管它叫 啊 Shooting Jacket 就是那个射击夹克 其实都是可以的 这是一件来自于1950年的衣服 也就意味着它比我真的正经大个三轮多 我当时在店里看到这样的衣服 我就觉得它在闪闪发光 我就觉得它跟其他的 旁边放的衣服就不太一样 所以我就迫不及待的试了一下 当然了 确实很帅啊 然后后来我就把它买下来了 包括后续去查了一些资料之后 我就会发现这件衣服 我确实买的还挺直的 我第一个喜欢它的原因 肯定就是它的样式了 呃 整体呢 是登新绒材质 而且这些登新绒呢 都是由法国的这个很古老的织布机织成的 但是你知道登新绒它是有一个通病 就是整体容易泛白容易看起来很旧 但是你想想看 1950年那个年代的衣服一直放到现在 成色依然这么好 其实真的是挺难得的一件事情 那么刚才我有聊到这件衣服它的版型呢 是Hunting Jacket 狩猎夹克 那么其实狩猎夹克呢 是秋冬季节最受欢迎的法国复古服饰之一 它的剪裁呢 在保持的就是那个年代法国人的美感的同时呢 具备了当年所能达到的功能性 比如说它的多口袋呀 袖长其实是偏短的 因为它会方便射击嘛 抬起来比较利索 与的同时呢 它是有一个垫肩的 呃 这件衣服呢 它是有一个很厚很厚的垫肩 但是我给去掉了 后期找裁缝 因为确实我穿的就不是很合适了 这个垫肩呢 那我就在想 可能当年的主人 一是为了方便射击 因为枪瞄准的时候垫在肩上 它后座力不至于让肩膀很疼 这是一个可能性啊 还有一种可能性 就是当年的那个主人 可能是个溜肩膀 显得肩宽一点 我觉得都有可能吧 那么此时此刻呢 是2022年 这件夹克呢 放到现在已经少说 也得有个五六十年了 所以说这件衣服 它很多功能性的设计 包括衣服本身的户外性能 放到现在 你去跟北面去比 你去跟始祖鸟去比 那肯定是这些品牌 分分钟秒杀它 但抛开这些不谈啊 就是我除了外观以外 我更看重的 其实是它的一个历史背景 这个咱们就放一个小影片啊 在法国乃至欧洲 打猎作为一种休闲运动 其受欢迎程度可以跟网球足球相比 但是在更久远的那个年代 以英格兰为例 对于那些非打猎为生的猎人来说 打猎是贵族和其他特权阶级享受的奢侈消遣 如果你拥有狩猎的权利 那意味着你就拥有了土地 拥有了财产 更夸张的说 作为皇室成员 王国内任何土地都是他们的财产 因此 狩猎也是贵族展示对人民统治地位的一种方式 坐着小车 远离烟火 来到人际罕至的森林 这种森林被他们称之为狩猎保护区 皇室成员会骑上他们的战马 并在他们的身边带上一只小猎犬 踏入保护区开始悠哉的狩猎 会有一些穷人也溜进去偷偷以狩猎为生 但十二世纪的到来 保护区安插了首林人 逮到偷猎的人就会严惩 所以狩猎不再是一种人人皆可享受的权利 而是一种特权 以及对一个人阶级的衡量 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部分人都可以狩猎了 但是狩猎依旧是一种奢侈而高级的爱好 那么既然狩猎是贵族的活动 狩猎所穿着的衣服也顺其自然的 成为了一种显示阶级的方式 欢迎回来朋友们 这个科普小影片到此结束 其实说老实话朋友们 每次通过这种方式 去叙事也好或者是科普也好 我都觉得特逗 就是我能用那种语气你知道吗 就是老爷爷开心的笑了 望着我们笑了 就那种感觉 通过刚才的影片 其实我们大致对于更早些时期的狩猎 有一个初步的了解 就是说狩猎是一个奢侈且高级的运动 在那个年代你能去随意的去狩猎 并不违法的话 其实你就是要不然 你就是个贵族 贵的族就是这感觉 所以回到这件衣服 我们就能通过它的很多细节了解到 最早它的主人的一些蛛丝马迹 比如说衣服内衬的Tag 上面写的是我不太懂法文 我查了一下 Dispense 对我不标准 这个什么意思 这个其实就是法国人的意思 然后下面的这个M.D.是什么意思呢 其实就是middle name和first name的意思 再往下呢 这个Isang Fru 这个是法国的一个城市 一个城镇 所以其实这个Tag呢 更像是一个名片 告诉你这个衣服的主人是谁 所以我们由此就能推断 这件衣服是当时的那个主人 他肯定家里称几个子 能有这种奢侈的爱好 能去做这一件 这个比较奢华的这个hunting jacket 去狩猎 然后他去bespoke 去定制的这件衣服 那么值得一提的是呢 这件衣服 它的扣子比较特殊 因为它的这个衣服的标签 上面写的是 Hunting jacket with animals bottom 就是带着动物的扣子 其实它的扣子呢 我有特意去查 因为相关的资料非常少 就是这个扣子呢 属于是当时那个年代 流传下来的一个种类的扣子 这个扣子现在有点多 要沾点古董级别了 就是通过这件衣服 你能够感受到 Vintage和复古服饰的独有的魅力 就是复古呢 它并不是一味的成就感 什么邻居二压 50年前的尿罐 就不是这种感觉 它更像是 你通过这个衣服的设计语言 能看到的 它背后的历史背景 其实这种独特的感觉呢 是你在商店里买到的那些标签时 它们看起来价格很高的衣服 没有办法给你带来的感觉 当然我也不是扎子那些衣服啊 只是我觉得 萝卜青菜各有所爱 对 所以这个呢 就是我2022年收到的第一款宝衣 法国Hunting Jacket 来自于1950 1950 那么这大概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如果你喜欢死干王的话 不妨一键三连懂自然懂 那么我是死干王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